很难见到这样的画面 熊狮竟然独自撂倒了一头长颈鹿 真是太厉害了 我们先看看 这头母狮他盯上了前边不远处的长颈鹿 明知道长颈鹿不好惹 但母狮还是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 为了口吃的也是没办法 可就在这时 忽然从旁边窜出一头小长颈鹿 母狮正寻思机会来了 捕捉小长颈鹿会轻松很多 谁知他却被小长颈鹿一脚就踢飞了 母狮这个憋屈啊 啥也没捞着还被踢了一脚 但是另外一头长颈鹿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正躺在地上休息 没想到却被熊狮盯上了 等长颈鹿发现危险 准备起来的时候却已经晚了 因为熊狮早已扑了上来就等着机会呢 他早就知道长颈鹿体型高大 起来会非常缓慢 所以熊狮这个机会把握得相当到位 根本不给长颈鹿一点反抗的机会 虽然长颈鹿看似笨拙 但力气还是很大的 他挣扎着起来想要甩掉熊狮 可结果还是被压了回去 不得不说 熊狮的重量也是不轻啊 估计要是母狮的话 长颈鹿应该会有反抗的机会 可让长颈鹿更惊恐的是 就在下一刻竟然又来了一头熊狮 这一下肯定板上钉钉了 长颈鹿绝对不会有一点逃跑的机会 他的命运也只能成为两头熊狮的大餐了 第二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